硝烟散尽一场空 再见固有又心惊 一律也能成毒药 莫怪公子太痴情 轻衣泥缓缓的 自那黄漫复着的尸身上站起来 楚留相一直都在留意她 只不过她知道 一个女人在真正悲痛的时候 绝不愿意有人来打扰 所以一直没有跟她说话 好让她安安静静地哭个够 女人在痛苦的时候 要是有人去劝阻 那她就会永远哭不完了 轻衣泥止住了哭泣 苍白的脸看来有些浮肿 她转身面对着楚留相说 我想求你一件事 语音生硬缓慢 似乎很不习惯说话了 苏蓉蓉跟楚留相都吓了一跳 不知一想聋哑的轻衣泥 她怎么忽然能讲话了 莫非她也像李冠女一样 因为情绪极端激动 耳致真气畅通了 楚留相连忙大声地应道 请吩咐 情依你看了苏蓉蓉一眼说 我知道你们一定都很奇怪 猜不出她究竟是谁 为什么 一直躲着不愿见人 楚留相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谁都无权干涉的 轻衣泥缓缓地点了点头 接着说 现在我只求你 永远不要追究这个秘密 永远不要揭开这个黄漫 永远不要让任何人看到的 楚留相想也不想立刻说 在下可以保证 我的朋友之中 绝没有一个人是喜欢亏人隐私的人 情依你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仰望着苍穹 痴痴地出了半天神 缓缓地说 你是个君子 我可以信任你 我死了之后 希望你立刻将我们两个人火化 然后再把我们的骨灰 洒入那条流向深水宫的溪水 她的嘴角忽然露出了一丝微笑 这样我们活着 虽不能重回深水宫 死后总能回去了 她那冷酷浮肿 充满了痛苦的脸上 居然露出了一丝微笑 这个笑容看来 真是又奇特 又鬼秘 又可怕 楚留相忍不住打了个寒阵 东龙说 他是 你难道想 清姨你挥手打断了她的话 接着说 我与你素昧平生 初次相见 就将这种事交托于你 只因为我相信你是一位诚实的君子 今生 我虽然无法报答你了 但我必定会在冥冥之中 保佑你的安 康 这种话在别人说起来 也许只是空谈 但是自她的口中说出来 却自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让人觉得自己仿佛正在和一个幽灵做着交易 楚留相 不再说话了 因为他知道 他的决心是谁都没法更改的 请依你双手合十 躬身一礼 口宣佛号 缓缓转身 楚留相并没有注意到他有任何的动作 但是他的人已经倒下了 倒在那黄曼覆盖的尸身上 楚留相常常叹息 躬身行礼 祖荣荣却已经热泪盈眶了 揉着眼睛说 看来这位大师啊 他也是个多情的人 忽然 胡铁花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嗜声说 你几时来的 他呢 胡铁花说的你 自然是苏荣荣 他就是那黑袍客 苏荣荣个人说 你没有瞧见 胡铁花茫然说 我我我我 他头上冒出了冷汗 这这这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就忽然做梦了 楚留相缓缓的说 就因为你在做梦 所以我不敢惊动你 现在你的梦已经醒了 就把梦中的事忘了吧 要知道胡铁花方才心神被赦 几乎那就是一具空的躯壳的 剩下的也差不多 若被惊动 真气一差 就难免走火入魔了 他若不将这件事情忘记 以后与人动手 便难免会失去自信 十五的人若是失去了自信 剩下的就不多了 胡铁花又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满头冷汗 不禁蹭蹭而落 楚留相凝住着他 过了半天才柔声说 怎么样 现在忘了吗 蝴蝶花沉默了一会儿 忘了 以骨枝和木叶 将尸身掩盖 楚留相燃起了火 所有的秘密立刻就要随着火光 消失了 胡铁花望着那始终被黄曼遮盖着的身体 忍不住喃喃地说 这个人他究竟是谁呢 是这位清伊尼的师妹 是他的情人 只因他绒毛被毁 所以他才躲着不敢见人 苏蓉蓉想说什么 却没有说出口 方才黄曼被风吹起了一角 他仿佛看见了这个人的手 他看起来不像是人的手 而像是一只野兽的爪子 上面仿佛长着很长的指甲 还带着一些黑毛 难道 难道清伊尼如此眷恋的 只不过是一只通灵的野兽 情与虐之间 那有时相可本就不过是一线呢 但是苏蓉蓉非但不敢说 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何况人的手上有时也会长出黑毛的 火开始燃烧了 这秘密已经在火中消逝了 永远消逝了 苏蓉蓉的心里 永远留下个谜 一点红和区乌蓉又走了 没有人能够留得住他们 因为他们在孤独中生 在孤独中长 只有孤独的生活 才是他们喜爱的 唯一令楚留相欣慰的是 这两个孤独的人 已经结合在一起了 戴毒行坚持要送他们一程 因为戴毒行这一生也是孤独的 只有他才了解孤独的人 他往往也会有一颗火热的心 黄炉蓉呢 他则决心要在那条溪水中 找到熊娘子的尸体 他们的友情患难不易 生死不易呀 楚留相呢 将青衣泥的骨灰交给了他 因为他也是个可以信托的人 无论谁交到黄鲁直这样的朋友 那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宋田儿一直撅着嘴埋怨着 只因为他晕睡了一场 错过了很多很多的热闹 一直都觉得很不开心 苏蓉蓉就安慰他 你虽然错过了很多事 但有些事啊 我认为看不到反而好 李鸿秀却在向楚留相述说着此行的经过 半途中柳无眉的毒忽然又发作了 无法成形 所以李玉涵就留下来陪他 他们在一个乔夫的茅舍中养病了 楚留相知道 柳无眉他并不是病 而是怕他知道自己的秘密已经被揭穿 哪里还敢来见楚留相呢 李鸿秀动容说 什么 你是说柳无眉根本没有中毒 他将你诱到神水宫 只是为了要替石关音报仇吗 呵呵呵 正是如此 这么说 他也绝不敢再留在那个乔夫家的 我们何必再空跑一趟呢 楚留相叹道 呵呵 受骗的并不是我们呢 还有李玉涵 我好歹也要找到他 他们很快就到了那里 只见丛林旁的山脚下 有两间小小的木屋 一个年纪虽然不小 筋骨却很壮的乔夫 正矜持着上身 在野外的野地上劈柴 他虽然不懂武功 但每一幅劈下 都带着一种很柔美的韵律 一根根巨大的木柴 应腐而裂 楚留相望着他那灵巧运用的斧头 想起了养油鸡和卖油翁的故事 心里不禁又有许多的感慨 武功虽然练到天下第一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当今天下师傅第一名家 又能比这个乔夫强胜多少呢 李鸿秀走过去 含笑说 谢问大哥 我们那两位朋友还在这里吗 乔夫面上毫无表情 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 只是点了点头 一抚披下 又一根木柴 硬抚而裂 李鸿谢倒过谢 和楚留相使了个眼色 两个人掠到了门口 就见到了李玉涵 陈设简陋的木屋 有张白木方桌 李玉涵正一个人坐在那里喝酒呢 他脸色苍白 看起来有些睡眠不足 但是一杯接一杯不停地喝 屋里的光线很暗 虽然是白天 却仿佛寂静 萧素 他们走进去 李玉涵只不过是抬头瞧了他们一眼 立刻又自顾自地喝起酒来 好像是忽然变成了陌生人 楚留相在他的对面坐下 过了很久才问 嫂夫人 李玉涵 似乎过了很久才听懂了他这句话 忽然一笑悄声说 哼 他睡着了 你们不要吵醒他 楚留相这才发现 里面的屋角中有一张床 床上果然睡着一个人 只不过全身都被棉被盖着 根本瞧不见他的面目 蝴蝶花一走进来 就忍不住拿起了酒瓶 谁知李玉涵一把抢过去说 酒不多了 我自己要喝 你要喝 为什么不自己去买呢 蝴蝶花愣住了 几乎无法相信这个人就是激烈那个慷慨好友的李玉涵 但是李玉涵仍然是旁若无人 自顾自得 自贞自饮 别人无论把他当作哪一种人 他似乎全都不放在心上了 过了半天 楚留相才缓缓地说 抱歉得很 我们并没有为嫂夫人把解药拿了 李玉涵说 哦 楚留相又说 因为嫂夫人根本就没有中毒 水母殷姬亲自告诉我的 他以为李玉涵听了这句话必定要大吃一惊 谁知李玉涵的脸上连一点表情都没有 过了半天忽然笑 是吗 他没有病啊 哦 那实在太好了 太好了 楚留相忽然发现他笑得很奇特 说是在笑 倒不如是在哭 一时间他也猜不到李玉涵究竟是什么心意 也不知道是该言辞相及 翻脸动手 还是想这件事情轻轻待过 就此不提呢 楚留相素来心胸宽大 受人恩惠 固然点水必报 但是却从来不愿意记仇的 何况他心事已了 又无伤损 时官阴一门 更已由此中断了 他又何苦再苦苦追逼一个弱女子呢 心思转动之间 人已经站起来了 笑着说 在下人无意料 就此告辞了 此后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宋田儿大声地说 不行啊 怎么样也要问个清楚吗 一定要问清楚 他嘴里说着话 人就冲进去了 他掀起了桌上的背 说到这 他余生忽然顿住了 望着床上的人 竟吓呆了 柳梅 的确睡在了床上 但面如金纸 双目紧闭 他脸上的肉 已经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剩下皮 包着骨头了 这橘色的美人 惊异变得像个骷髅 而且声气全无 却有两三只蚂蚁 在他的耳 鼻中 爬进爬出 宋田儿 哇的一声吐了 苏蓉蓉等人 也不禁转过了头 不忍再看 蝴蝶花失声说 他死了 李玉涵却摇了摇头 小声笑了 没死 没死 他只不过睡得很熟 喂 千万不要吵醒他 哦 胡姐花纵然鲁莽 也知道此人实在是用情太深 是以拒绝相信 他的爱妻已经死了 因为他根本不能承受这巨大的伤痛 望着他脸上的笑容 蝴蝶花的热泪 也不禁夺眶而出 灯光很暗 因为这本就只是个很简陋的小酒铺 他们虽然都已经很饿了 但是经过这件事情 还有谁能够吃得下呢 李鸿秀的眼睛有些发红了 喃喃地说 想不到他竟会自杀 真想不到 苏蓉蓉说 那也许不是自杀呢 真的中毒 没救了 李鸿秀说 但是我相信 水母音机绝不会说谎的 因为他也抱定了必死之心了 他何必再骗人呢 苏蓉蓉黯然说 也许是因为刘吾梅一直以为自己中了毒 所以他的身心一直受着折磨 一心呢 那就是可以杀死人的 李鸿秀长长地叹离口气 哎 无论怎么说 刘吾梅并没有骗我们 宋田儿说 哎 你们想 李鸿是不是真的会一直在那里等他醒来啊 明明太可怜了 说着 他的眼睛里又流下了泪 苏蓉蓉说 无论多么深的伤痛 那日子久了也会渐渐的淡忘的 否则这个世上只怕有一半的人都要活不下去了 他说的不错 无论多深的悲哀和痛苦 日子久了也会淡忘的 遗忘本就是人类所以能生存的本能之一呀 胡铁花忽然用力拍楚流香的肩头说 嘿 你的心事聊了 又胜了天下第一的神水公主 啊 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 为什么总是闷闷不乐的坐在那儿 连酒都不喝呀 楚流香苦笑着 没有说话 我点话说 嗯 我知道你是觉得错怪了柳梅 所以你在心里头有点难受 可是不能怪你啊 无论如何 他总不是因你而死啊 楚流香 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无论如何 我们此行 都算相当顺利 唯一遗憾的只是黑大姐呀 我实在没有想到 他的脾气 竟是那样的傲 还是不辞而别了 楚流香 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举杯 一阴而尽 胡铁花 展颜笑道 哈哈哈哈 无论如何 不开心的事啊 过去了 现在我们总应该想些开心的事 做些开心的事了吧 他说到这儿 语音忽然顿住了 眼睛发了直 一个轻衣少女 拖着个大木盘 盈盈盈走过来 她长得虽然不丑 但是也绝不能算太美 不过脸上始终 带着一种神伤不可侵犯的模样 砰 将木盘上的酒壶重重的 搁在了胡铁花的面前 一扭头就走回去 连眼角都没有看胡铁花一眼 楚流香 见到胡铁花失魂落魄的模样 也不禁笑起来了 哈哈哈哈 怎么样 是不是又想在这里 住下来了 胡铁花摸着鼻子 又呆了很久 她忽然发现那轻衣少女的 一双大眼睛 正在眨也不眨的 看着她 蝴蝶花 扬面大笑 哈哈哈哈 哎 哎哎哎 我一次其错在人 若是同样骗我两次 那就是我自己的错了 哈哈哈哈 你想啊 我怎么会 再上这种当呢 啊